最近有个大消息就是我们国家的银行保险业外资可以百分之百的控股 这条消息大家应论的非常之多 大家担心的是什么事 大家担心的是金融安全问题 守住改革开放条件下 金融安全的底线那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 2012年以来啊 咱们国家主动有序的推动金融业开放 持续拓展金融开放的广度和深度 现在已经形成了更大范围 更宽领域 更深层次的金融开放格局 这个时候要充分统筹金融开放安全 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和能力 增强国际竞争力和规则的影响力 这个说法和老百姓的吸引啊 所以如果我们单纯讲开放那不行 开放你必须和国家金融安全的结合节来考虑问题 金融安全的问题啊 是我们的命根子啊 金融开放是衡量金融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维度 也可以说是推动金融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途径 统一起来考虑 开放有利于提高资源流动 提高配置效率 为企业提供更多融资渠道 还可以促进金融创新和技术进步 还可以为内外资金融资 创造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活力啊 国际竞争力啊 什么国内外金融市场的互通融合 包括咱们人民币的国际化问题 增强人民币的吸引力 都是好的都是对的 就是说开放 有利于增强咱们金融话语权和主动权 提升的影响力 但是所有一切必须建立在 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础之上 你想想你干金融在多少年 人家玩金融玩了多少年了 第一你要不要充分考虑跨境资金流动监管 这个大难题 第二你要不要考虑市场剧烈波动风险 这个大问题 第三你要不要考虑你金融开放和国际金融体系之间联系 更加紧密 有个词叫特别便捷 人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蔓延和传染 一种你不愿要的机避到你们家来 就说这四条了 你怎么躲得过我们老说百年未有之变局加速演化 世界经济复苏动力不足 外部环境不确定性显著增强 咱们天天听这个词少说一句 那就是金融经济风险隐患较多 而且金融业的进一步开放 越来越多的外资机构融进我们金融体系 那你说国内金融机构 你在经营管理风险控制方面 你任何的不足啊 考虑的不充分呢 没想到啊 那你这不安全的因素可能会放大 会不会增加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特别是人家钱进来了 跨境资本大进 它要大出呢 会不会增加国内金融市场的波动和风险 做了一道堆都是咱们老百姓对外资 百分之百控制银行和保险业 这事儿的一个担心呢 就是个金融安全问题 守住开放条件下 金融安全底线是重中之重 也是金融高阵量发展内在要求 过去咱们都经历过 P2P发子太厉害了 还不上钱了 那局部出问题 老百姓倒霉 这事儿社会影响很大 还有有的地方 人家把钱存到银行里了 银行钱被转走了 老百姓只是存款 他把它变成所谓理财产品 然后拿着钱叼着叼着塞浦路斯去了 这种风险给老百姓带来的麻烦 给国家经济金融带来影响已经够大了 那现在如果大奸大出 外资过来 人家百分之百的控股银行 百分之百的控制的保险业 请问出了问题怎么办 怎么样保证我们金融安全的底线 这不能不说是一篇大文章 老百姓担心不是多余的 如果你认为老百姓担心多余的 你来讲讲怎么多余 怎么防范这个风险 就像咱们不安全 你有几道锁 大门二门三门几道锁 问题是大门打开了 二门打开了 客厅打开了 卧室都打开了 保险柜都敞开了 这个时候上锁还有用吗 如果不是这么一个道理 我们有什么万全之策 来保证我们的金融安全 现在今日中央一再强调 金融监管机构 要适时调整规则 为的是适应金融形势变化 要求对金融开放 可能带来的各类风险 建立全面的风险评估 管理机制 还特别强调 识别潜在的风险点 就是不知道的 过去没冒过的 现在突然间有了怎么办 要采取有效测试管理 还要加强部门协作 形成监管合力 避免监管真空 特别是全则明晰 运用高效率的金融监管框架 信息互通互相 对资金流动 全方位立体式协同监管 这话说的都特别好 但是具体怎么落实 对我们国家金融管理体制 基本上是小白的老百姓 我们说不明白的 我们只觉得中央强调的很重 金融监管风险 家当这种形式之下必须守住的底线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现在金融系统受到网络攻击 数据泄露的威胁 过去说把那个钱运走 你看关于俄罗斯那个大片 赌场下边把钱运走 那能弄成个大袋子 还要拿油纸包上 塑料布包上 把他钱运走 现在数字货币 加密货币 各种各样的币 网络上一个数据变动 给你一组爬虫 这钱就出去了 现在记住前沿技术 人家要把我们的钱匣子给掏空 那反过来 我们确保开放情景下的数据安全 更需要加强身份认证 更需要加强全线管控 更需要加强数据安全 要促进我们的数据 有序的高效的流动 为数据资源价值提升 提供安全保障 自从说中国的快据事务所不可靠 都要国外的快据事务所到中国来以后 这几大快据事务所在中国 那是玩的风起云涌啊 四大快据事务所啊 号称是最有信誉的 你们怎么做呢 协议借了两万五千八百亿 都是国家的钱啊 都是民间的老百姓的钱 企业的钱 他却拿去玩了 几百个亿出去了 像这种事情 今天会不会发生 发生在今天的互联网条件下 数字加密货币的这种背景之下 会不会情况更严重 所以啊 今天强化会计监督 落实信息披露制度 提高金融市场信息透明度 完善存款保险制度 最重要啊 老百姓一听这句话 老百姓踏实 我把钱放银行安全不安全 如果存款都不安全 那要了命了 所以完善存款保险制度 形成市场化 发质化的金融机构退出机制 这太重要了 最后我再跟大家找不几句 就说这个外资啊 百分之百的控制我们的银行和保险这件事情 这是当年入市谈判的时候 我们答应的条款 作为一个国家的承诺 中间我们已经拖了很久了 必须得履行这个条款 当年加入世贸的时候 曾经有一种说法 说是与狼共舞 那我们就肯定比不过人家 肯定叫人家都给灭了 事实证明 加入世贸之后 我们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 是长足的进步 是发展速度大大加快了 所以我们希望现在按照世贸承诺的规则 我们允许外资控制我们的一些银行和保险业 而且是百分之百 我们也能闯过这一关 蒋介石当年有句名言 叫做最可靠的是人 最不可靠的也是人 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取代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 那就是党管金融 守住国家金融安全的底线 这期节目就说到这 感谢各位收看 再见